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反而吃到的是重金属 所以今天一定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喔 好不好 也麻烦各位粉粉如果有相关问题 赶快立刻上ETtoday分享云线上问证喔 好 首先呢我们要来邀请我们的特别来宾 欢迎辣妈杨宇妮 大家好 杨宇妮 好 接下来呢欢迎美女医师 陈欣梅医师 大家好 好 还有就是本节目的扛发子 陈志佳医师 嗨 大家好 好 欢迎三位 也麻烦粉粉们以及三位呢 帮我脸书按下分享键 帮我们的节目分享给你的好朋友喔 好 那刚刚提到啊 现在其实很多人啊 真的都是避免外食 因为外面的东西又咸 然后又油 你也不知道它到底放了什么东西 所以自己煮是最安心的 但是会不会有深陷危机的可能呢 这是有可能的喔 云妮你平常会在家里煮饭吗 会啊 会 可是我煮饭很简单 因为我煮饭比较注重食材 比如说像牛排你就选好一点的牛排 对 你也不需要什么调味 也不需要什么方法 反正就煎一煎熟了就可以吃 是这样吗 哈哈哈哈 然后我很爱吃 牛排煎也有好吃跟不好吃 你是有技巧之分的吧 你就买好一点的牛肉 然后随便煎一煎都还蛮好的 你叫不会失败 错了 真的吗 即使是和牛煎的方式不对 也有可能变橡皮筋 对啊 真的啊 没有吃过和牛欸 我们就Costco的牛随便煎一煎 我们家不挑 真的喔 所以那你锅具呢 其实基本上炒菜锅和煮汤锅有 可是我比较不会像那种 迷那种漂亮粉红色啊 蓝色收集锅具那种 我比较不迷 因为我个人不太会收纳 所以买太多的锅子我不会收 所以你家该不会只有两个锅吧 也没有啦 一个炒菜 一个煮汤 也没有啦 我们汤也有分大汤锅和小汤锅 还有火锅汤锅 还是有啦 原来是这样 好 那我们呢 先来聊聊啊 就是请三位 今天呢 我们制作单位也有给我准备了个牌子 所以我可以一起举牌啦 我们来举牌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因为我们平常在家里做菜啊 我们做菜的方法到底对不对 食材的养分到底有没有吃进我们身体里面 这是很重要的喔 好 首先来个第一题 请问 汤烫是最能够保留蔬菜的营养 对不对 请举牌 哇 这有难度欸 我想举叉欸 我觉得这一次陈 请你举叉啊 我居然跟一直举的是一样的 我刚刚走 我就知道我这煮饭有天分 我刚刚是本来想呛一下陈志佳 因为我想说他有在家的煮饭吗 这个是大问题 所以陈志佳的意思是举对 我们两个也不一样 云妮所以你觉得不是 因为我觉得啊 如果菜快炒 不要让炒出那么多水 你把菜吃了营养都在肚子里 可是汤烫的时候 菜在那个水里面烫完了 捞出来 那个营养应该都在水里面 所以我觉得不见得大家说 水烫青菜是最健康 我觉得不见得 欺美医师也是这么觉得 因为他刚刚那一题是说 最健康 其实汤烫在所有的煮法里头 我觉得他大概也只能排名三到五名之间 所以他绝对不是第一名 他的汤烫绝不是第一名 再来就是他的时间 有些人汤烫一定要确定他熟 捞啊捞啊 还在注意那个虫子 有没有还在里头 那如果那个时候花了时间比较久 他的营养就会流失更多 所以汤烫其实还是看个人 没错 那陈医师勒 为什么会举圈 为什么你会举圈 因为我只知道两种方式 一个叫汤烫 一个叫大火快炒 我当然觉得汤烫比大火快炒还要好一些啊 真的吗 可是有些食材 他必须要经过油脂 他才有办法示范 示范他的养分哦 对 因为我们吃青菜还是会吃到一些油之类的东西 他胃里面就混合在一起 所以油融性的一些维生素还是会被融出来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好 对 到不一定要在 不一定要在烹调的时候就把它弄出来 哦 了解 我举三角形的部分呢 基本上汤烫是比较健康没有错 但是过久的话 他的养分一样会流失 所以不能太久 对不对 所以我才举三角形 讲座鼓励 自己给自己鼓励是不是 好像以前都没有出色不错 所以烫青菜是OK的 像我自己烫青菜啊 我烫那种花椰菜 大概都是30秒不超过一分钟 对 这样子你才可以保留那个青菜的脆度 跟它的叶绿素都会在里面 对 好不好 OK 好 接下来第二题 请问烫青菜不要超过三分钟 才可以留住养分 对不对 请举牌 哎呦 这个也是一样的 是 真的不能超过三分钟 因为超过三分钟 你所有的养分都一直滚滚滚滚滚滚 然后可能消失不见之外 可能都在汤里面了 对 除非你要把汤喝掉 对 其实我就是要讲这个 他说其实时间 之前我有看过一个英国的研究 他说真的是你的一个蔬菜的营养素 对 它是很快速的往下泡 对 所以其实随着 如果假设你在吃火锅的时候 尤其一些蔬菜类 其实你也是应该用蒜的方式 因为很多人其实我发现吃火锅会怎么样 只要是蔬菜全部丢在里头 对 就让它一直滚 想一直滚滚 对 那大家又怕那个喝那个汤的那个热量 所以那个汤也都不碰 那等于你在吃蔬菜 在吃的叫做膳食纤维 你根本没有在吃它 就只有膳食纤维而已 对 对 没错 那陈医师 青菜有一个问题就是 为什么不能煮太久 除非我们把汤都喝掉 或是加油什么都一样 你如果把汤喝掉跟青菜都喝掉 那就所有营养成分都在里面 对 那有一个东西会不见 叫做挥发油 那可能有些比较香味的东西 就带有些挥发油的东西 你煮久的那个香味会不见 就不见了 那那个香味或许也带有一些营养的价值 对 对 那就会不见 煮久了很多青菜的味道都不见了 像什么青椒那一类比较 就你闻起来会觉得比较香的那种东西 对 那就不要煮太久 其实还有一种东西要特别的注意 就比如说我们讲一个 大家最常听到的营养说叫维他命C 对 维他命C它其实随着我们的这个温度 尤其我们在煮沸的水 煮沸的水它的温度可能要到100度 那100度的时候维他命C 是受不了这么高温的 所以假设你烫 不管你是烫三分钟也好 你是烫十分钟也好 这个维他命C 遇到这个高温都没有效果 这个烫青菜其实真的 你的维他命C的营养它不是挥发量 它就是整个失去活性 所以照这样说外面卖的蔬菜糖 他说我们熬了两三个小时 你心里就有数 你知道你真的在喝那个汤汁 就只是喝他汤头好喝 对 但是营养素就都不见了 好 赶快提问好不好粉粉们 好 OK 接下来下一题 请问烫青菜的时候 加一滴的油就可以流出营养 对不对 请举牌 诶 这题好难喔 难吗 那好难 我觉得应该是不对的吧 对啊 你觉得烫青菜跟擦保养品 是不是 上完水之后再特别再有营养的所在里面 可是我跟你说 可是我跟你说 真的要看青菜 因为如果是番茄 如果是老青菜就要擦 年轻都不用 如果是番茄 番茄真的必须要透过油 它的那个花青素是不是 那个维他命A才会跑出来 对 但是其他的青菜我就不是很清楚 其实喔 如果你在料理深绿色的青菜 跟黄色的青菜的时候 蔬果类啦 都一样其实你都不妨加一点点油 因为其实在深绿色的蔬菜 跟黄色蔬菜里头 你随便这样子 你自己在挑选的时候 它里头维他命A含量都是算不错多的 所以这时候你只要加一点油 它因为维他命A是所谓脂溶性 脂溶性就是当你在吃的时候 有一点油脂 它可以更帮助你吸收 所以只要是深绿色黄色的 其实你都不要考虑 加一点点油 其实都是有帮助的 是OK的 而且加一点点油 应该也比较润口好吃 也比较漂亮 亮亮的 餐厅都是直接把蔬菜拿去过油耶 真的 難怪那么好吃 真的都是过油 对 它才会油亮油亮 然后才会翠绿 所以那餐厅菜都是过油 那个其实 我觉得那个油又太多了 对 就会太多 所以你在家里少少的是OK的 是 好 接下来下一题 用热锅冷油来炒菜 才能保留青菜的营养 对不对 好凹口喔 请举牌 热锅冷油 怎么会有这个 嘿 我其实真的也 我真的很清楚耶 怎么办 我答这些我不知道 无法做的 你看我什么都没举 我觉得不健康 因为热锅冷油 是先要把锅干烧烧热了 然后直接把油倒进去 然后再加 这样就错了啊 因为你把干锅加热的时候 那个毒素都释放出来了 那个跟 对不对 你再加油 其实不管油有没有营养 那个锅的毒素都出来了 对 那如果是不锈钢锅 就不太可能会有毒素 我觉得这是一个料理技巧吧 对 因为热锅冷油 因为那天刚好看到一个人在煮煎鱼 他就跟我说要热锅冷油去煎鱼 才会怎么样怎么样 对 那到底他跟营养素有什么关系 我觉得 就不禁相红 我们在猜那个节目单位 他到底适合这个题目的意义在里面 但是我在想啊 有一种可能 他是这个意思是说 当你在热锅弄冷油下去炒的时候 这个油的温度因为不会太高 所以可能东西在炒的过程比较快熟 我不知道 我就是这样猜测 我认为是不是 油没有热 它的燃点比较不会那么高 因为有些油 不太适合燃点太高 所以当你热锅冷油的时候 你下去炒 那个油也会比较好 其实这样子我倒是建议就换油啦 对啊 就耐高温的油 耐高温的油就好 因为炒个几下温度就上来 对啊 真的也是 而且你知道你这样热锅 这样油下去 然后全身都被油烫倒 很容易有油烟 对啊 现在健康 就是不然就冷锅冷油好了 刚快凉拌了 吃沙拉就好了 好累 好OK 接下来下一题 大火炒菜 不要超过五分钟就可以保留养分 对不对 请举牌 真的要养分啊 我跟你说 那就能保留养分了 不要说保留养分了 超过五分钟很难吃耶 都烂掉 对啊 整个青菜就烂掉了不好吃了 连汆烫都不能超过三分钟炒 所以一般你炒菜会找几分钟与妮 我就是快快大概三十秒就好啦 但我没有冷锅热油 热锅冷油之类的 我就是热锅热油 大概三十秒 大火爆炒 就像外面快炒一样 对啊 那才好吃 真的好保留食材的脆度 那周医师怎么看 我是觉得它倒不是跟养分有什么关系 而是你大火快炒那么久 油会变质 对 会氧化的 所以油脂也会变掉 青菜也都氧化 对健康比较不好 对健康比较不好 所以不要炒那么久啦 我觉得有熟就好了 OK 好 接下来下一题 水炒青菜 能够留住九成以菜的蔬菜养分 对不对 请举牌 先讲一下水炒法 水炒青菜就是用一点点的水 直接翻炒一下蔬菜 然后盖锅盖 让它焖熟 好 请举牌 我不知道欸 你不知道 我觉得 这个就跟烫青菜有点像 但是它就水少一点 然后你可以把菜汤都喝掉 对 基本上我也觉得是 因为呢 它不会有过多的水 所以它的养分 几乎都是保留在里面 然后你不要炒 也不要煮太久 温度也不会太高 所以是健康的 我觉得比刚刚讲的那个穿烫的方式来得好 来得好 对不对 因为穿烫营养都在水里面 对 这个也是相对比较好 反而比较好 对 这个方法可行 好 接下来下一题 请问蒜头爆香会破坏营养反而致癌 对不对 请举牌 这太难了吧 身为厨师的我 都一定要爆香的呀 可是我好像真的有听过 不可以先爆蒜头 而且特别是不能把蒜头爆成 那个咖啡色或黑色 它一定会致癌 对 爆焦了一定不行 可是照理讲 所有的餐厅在做菜 一定都会先爆香辛香料 对啊 对啊 好奇怪喔 所以陈志佳医师 我觉得应该不会 因为我们从小吃到大了啊 你其实是为了自己 担心自己身体的感觉 对啊 而且那个大蒜素 它也是有溶性的啊 也是有溶性 所以它里面的营养成分 加点油是可以 对 我觉得加点油去炒 我觉得还OK 可是不能炒成黄色 不行 不能烧焦 对 而且你想想看喔 以前阿嬷阿公 他们在煮饭 也都是这样子煮 对 可是以前离癌的几率很低耶 对不对 现在反而离癌几率很高 我觉得重点在于油品 你那个油 你那个油到底能不能拿来 大火爆炒的油 对 油选对了 那里蒜头下去 我觉得不是蒜头的问题 我来讲一下好了 那个蒜头爆炒 它如果炒到焦 任何一个东西炒到焦 它都会是害物 对 所以我们先把那个焦撇开 蒜头其实它是一个 对身体很健康的东西 但是有两个东西 你一定要做到 它才是对身体有健康的 不然它可能就只是一个 料理的口味 对 第一个东西就是当你在 料理蒜头东西的时候 我们有些时候会习惯一整棵拿下去炒 对 其实一整棵炒的营养素比较少 我们把它打碎 把它磨成泥 那样子的营养素是更多 因为我们里头的蒜树 它其实是要把它磨碎 它在焦 就是它是烂烂的时候 它的焦互作用蒜 蒜树才会出来 哦真的哦 所以真正如果你要吃蒜头的健康 你是应该把蒜头磨成泥之后 比如说你已经有一个烫青菜 你撒在上面 对 那样子其实也有一个口感的效果 但是它真的是有一个抗癌的作用 了解 那的确是这个蒜树很讨厌的就是说 它其实也怕热啦 所以假设说你弄快火去爆炒 就是你只是单纯在吃这个蒜头的辛香料 跟这个香味 可是它这个 对我们所谓抗癌 或对免疫力比较有帮助 这成分的幅度会下降 但是都还是有 只是看你炒的程度 所以炒到特别焦那真的就是 可是也有人说如果生吃蒜头 是不是对胃也不太好 对如果假设 因为其实蒜头它很好 但是它缺点就是它加热之后 就没那么好 所以很多人会直接生吃蒜头 甚至日本有一个 我有看过一篇文章说 有些人推广一天要吃30克的蒜头 大概就是一小把蒜 对可是其实 因为蒜头它是属于辛香料的成分 所以还是有点刺激性 如果你是一个这个胃本来黏膜就不好的人 我还是不是很建议你直接生吃蒜头 因为它比较辛辣对不对 对所以它料理方式其实有两种 我们建议的一种是加进沙拉 比如说你可以用蒜头磨成泥 之后跟这个小黄瓜 然后加点酸甜酸甜的感觉 去做沙拉的伴香 哦 淡沙拉可以 再来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我们水煮一些青菜之后 你在上面撒一层小小的 像蒜泥白肉的方式 撒一层小小的蒜泥 其实这样子它的一个保护 就是它的食疗效果是比较高的 就是不要让它高温烹调 对不对 那你觉得蒜头加香肠好不好 蒜头 那这个问题我们好像有讨论过 蒜头一定要配香肠的啊 少了蒜头也不行 少了香肠也不行 但是我们就觉得很有趣 我们后来 其实真的蛮有趣 就是那时候就有人觉得说 那是不是一个我们古早的 这个长前辈的一个经验累积 蒜头 香肠是很严重的致来物 第一个它是加工类的腌制品 第二个我们讲 虽然一定是烤的 我们绝对不会是 水煮香肠 水煮香肠 很难吃耶 所以还是癌上加癌 可是通常我们在吃香肠的时候 我们一定是加生的蒜头 对 所以其实它这样的做法 我觉得是很聪明 古早一个自我抗癌的一种小撇步 对 所以你在吃任何加工类的食品 其实你不妨就是 切一点点的这个蒜头片 然后越薄或者是你把它弄成泥 这样更好 因为它这样的效果更好 所以就是一口香肠一颗蒜头 都这样的啊 爽快 爽快 就是要这样吃就对了 对 好我们来看一下粉粉的留言 那个帅峰说 那个刚刚他说 蒜头只要是炒过头都会有苦味 对这是没错的 然后有人说 好我看一下 有人说香肠有亚硝酸盐 亚硝酸盐 反而是恶名昭彰的致癌物 对 但是香肠可以吃啦 但不要吃太多啦 不要吃太多啦 不要吃太多 不要过量 对对对 OK 好然后 好那个 Liwi说 干扁四季豆要黑黑的才好吃 是不是容易致癌 外面餐厅的干扁四季豆 它都是直接拿下去炸 它用油炸 用油炸 对用油炸 都是炸的 那其实你看那个中秋节 我们之前有那个记者采访过我们 对 中秋节那个你烤东西的时候 怎么样会致癌 其实最简单 你就是拿起来看 一旦有黑的 它其实就是碳化 碳化就是过高的温度 让它这个烤成我们说黑色的东西 其实这个就一定是致癌物 所以其实所有的食物 只要你看到黑色的 我都建议那一段就不要吃它 我完了 我觉得我很容易离癌 我从来吃焦的 我从来吃焦的 你都吃你们家人薄虾的 对 我很喜欢吃焦的 可是那个口味很好 薑肠一定要烤有一点微焦才好吃 不是 黑的就不行 可是我超爱吃 而且尤其是烤吐司 烤吐司一定要焦焦才好吃 是不是 完了 但还是少吃一点 不要吃那么多 不然就加一点蒜头片 硬要加 真的 所以杰鸿说煎牛排啊 一定要煎蒜片啊 对 鐵板燥都有 可是煎蒜片它一样就是它是高温 所以它其实就是吃那个口感而已 它的那个营养素其实都留掉 炸蒜片也是啊 炸蒜片也是啊 那就是好吃而已 香啦 可是如果真的要就是要配 生的蒜头 新鲜 生的蒜头 看你配牛排觉得好不好吃 也好吃喔 也是有人配 但是就是胃要好啦 OK 前提是 好 接下来下一题 请问 网传蒜头蒸饭 可以留住营养 还可以降血压 对不对 请举牌 哇 这太难了吧 刚才意思不是说 加热之后 就没有什么营养成分吗 而且蒜头蒸饭能吃吗 好好一锅饭 都是蒜头的臭味啊 不会 它蒸熟了 它蒸熟了会甜甜的 它蒸熟了会甜甜的 不会有蒜味 它蒸的过程中 家里是不是都是臭味 我很介意 不会啦 很介意 不会啦 那陈志佳医师怎么看 前半段我只是保留的态度 就是说蒜头用蒸 因为蒸这个东西 其实你温度大概在100度上下 所以营养成分不会跑掉太多 我觉得可以保留一大部分的营养 但对于后半段我觉得我反对 因为不能降血压 对 对啊 如果这样吃可以降血压 世界上就没有高血压的人了 对啊 大家都这样吃就对了 偏偏这种话很多人相信 对 像之前有一个亲戚啊 她有听到说 用蒜头磨成泥 贴在脚底 对 可以怎样 睡觉起来血压一定降 然后她就很信 真的假的 她就贴了以后 然后自己的血压要也不吃了 但三天后她血压马上飙高 对啊 怎么可能嘛 对啊 不要信这种东西 还是不要乱信 这就有一点点像偏方了 对啊 不要乱信 可是有一些食材 其实的确有一点降血压的效果 哦 就是黄色的食材 黄色 有些黄色食材或者水果 它里头甲离子含的比较高 对 鳳梨香蕉吗 对 其实香蕉也是 就这些甲离子比较高的 它的确在降血压上有一定程度的帮助 所以它也可以属于一种食疗的降血压 对 但我们一定要再三呼吁 因为其实现在的这个 不管是心脏科啦 或者是这个我们家医科 很多的科别都有在讨论说 到底食物对降血压的程度 其实有限 所以假设说你的血压是已经说暴高的时候 你千万不要尝试这种方法 因为铁定没有效的 就算你降了一点点 但是你还是高血压 可是你可能会因此你就不吃血压药了 那就很危险 真的很危险 因为我家里之前有一个长辈啊 他就是觉得他可以用饮食控制 他可以降血压 然后呢 他就自己擅自停药 他就用饮食控制 结果倒在家里没有人发现 中风了 所以这个要特别小心 不要想说我靠食材可以的 没问题的 千万不行 还是要看医生啦 好不好 OK 好 接下来下一题 请问 网传蛋加盐半炒会变成毒盗 那我回家炒给我老公吃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有了 他轻薄了 那我们回去炒 哎呦 哎呦 喂 怎么可能 我觉得没那么严重 但是我觉得盐巴先下去也 也就是他不会融于油嘛 盐巴不会融在油 就炒青菜的时候 一定青菜炒好才放盐巴 对 没必要先把它放在蛋里 但是也不至于变成毒蛋 那么严重啊 对啊不是 可是像我们有时候煎 比如说你在煎葱蛋啊 煎什么蛋 或者是茶碗蒸 你一定都是把盐巴放到蛋里面去调味 对 你不可能茶碗蒸上来 再用盐巴调味 怎么可能嘛 茶碗蒸餐厅那么多 如果真的这样吃大家都死翘翘了 对啊 怎么可能嘛 所以这是网路的谣传 千万不要乱相信 不对哦 OK 好 接下来下一题 请问 蒸地瓜比烤地瓜更能够留住营养 对不对 请举牌 哎呦好难说哦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这次意见都 蒸地瓜烤地瓜 难道是因为我们两个都比较少煮饭的关系 还是因为你喜欢吃烤的黑黑的地瓜 烤的比较好吃啊 对不对 那个黑黑的最好吃的 比较是口感 烤的比较香 你不知道 用炭烤出来的那个皮啊 有一种那种脆脆的地瓜味 脆脆的地瓜味 对然后它的那个里面也是嫩嫩嫩嫩嫩的 对 可是蒸就没有那个口感 对啊我们就不要吃皮就好啦 里面的地瓜营养成分不是一样吗 陈医师 我是觉得保留成分这件事应该会差不多 对不对 应该会差不多啦 但是用蒸的感觉比较不会那么高温 我觉得会比较健康一点 对 万一烤到焦的那些毒素 又跑到里面肉去了 你还是会吃到啊 对 是怕那个焦的毒素跑到里面 其实主要是 因为地瓜的有一些成分 它其实还是不耐高温 就是一些水 一些维他命B或者是维他命B的部分 所以这些东西 当你在烤的时候 平均温度可能会到200 可是你蒸再怎么高 可能100到150 就是大概这个地方 所以如果以这两种来比较的话 的确一定是蒸 它的营养的保留的比例 机会比烤来的更高 了解 好的 那我们以后还是尽量吃蒸的好了 因为生命安全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留言 有人说 会不会是因为烤 比较会让碳水化而物 比较有机会碳化 我觉得它碳化就是温度太高了 这真的就是太高了 等于就是烤焦的意思嘛 对对对对对 这个就真的不推荐 网友们好有才华 是不是大家都好厉害喔 杰鸿那个问题很好欸 杰鸿说 我听说地瓜煮完再拿去冰 再吃 这个杰鸿 是不是可以降低淀粉 对啊 好专业喔 这个就等于像我们吃寿司冷饭的意思 其实它就是会产生抗性淀粉 对不对 所以相对下它真的是可以降低你的热量的吸收 对 所以一个冰过的这个 不管说寿司或者是地瓜 跟你一个现成热腾腾的比起来 热量 你在身体总吸收的热量 的确冰过比较低 所以地瓜也是跟饭一样啊 所以我们吃冰饭了以后 对我都吃冷饭 可是我说实在地瓜冰的更甜欸 好好吃 超甜的 这样是对的吗 真的 它就是等于它有一些作用 会让它的这个淀粉 相对一下我们身体的吸收度比较没那么 但它冰过要吃还是要稍微温一下吧 对对对 应该不是吃冰的吧 应该说它煮熟以后再去冰过 它变得有点抗性 就是它变得比较低生炭 对 但你在加热以后它不会再变为高生炭 对 就不会再变成高生炭 可以热着来吃 也现在也有很多是冰镇地瓜 其实也很好吃 对 很好吃的 好 然后Leary说 那蒸蛋可以直接加盐巴吧 可以 可以 千万不要乱想 好 Yasu说 蒜是不是有分 大蒜跟小蒜 炒菜只能用小蒜 他们应该说的是蒜头吗 蒜苗 蒜苗 基本上两样不是都可以炒吗 蒜苗不是都炒来吃吗 对 其实那个蒜苗也是有人炒腊肉啊 也很好吃的 对 都是可以炒 只是说都不要炒太久啦 养分会流失 好 接下来下一题 请问 玉米烫熟了之后 要换水煮汤 才能够避免吃尽农药 对不对 请举牌 嗯 这一题 我昨天刚煮玉米 所以很有感 对 是不是 很多人啊 哎呦 陈志佳医师 他就是没煮玉米的人 你都没在煮饭是不是 你刚刚还在看我们 没有 因为我觉得 我们家都没有这样做啦 诶 真的喔 对啊 因为玉米它外面不是很多的那个 皮 还有玉米虚 其实农药大部分都还是残留在外面而已 在外面 对 玉米虚要去把它剥干净以后 其实就还好 因为我刚刚在考虑到底要举圈还是三角形 因为其实现在很多农米都不太用农药了 对 我们如果讲说 这个东西就是有很多农药 其实对农米也不太公平 对 都会举个三角形 想不想这么善良 想不想出发点 真的 真的好善良 因为现在有很多的玉米啊 超厉害的 果农很厉害 他们都是直接用有机栽种 可以生吃 可以生吃 有的水果玉米是可以生吃 超甜的 超甜好像水梨喔 对 所以我觉得应该不需要汆烫之后再换水了 直接丢下去煮就可以了 主要他讲的应该是说 通常你在随便一个地方 你没有确定他的来源 只有买到的玉米 对 因为其实玉米它相对下 因为它偏甜 大家吃过知道 所以我们喜欢吃这些甜的昆虫类 也是觉得这个东西的营养比较够 他会特别跑去吃 对 所以他们其实在这个各种 比如说你吃一个地瓜叶 或者是一个玉米来讲的话 昆虫相对下会更喜欢吃这个玉米 因为它的营养价值更高 所以通常在栽种玉米 尤其大量的时候 他可能就会需要再比其他的更加倍的去 预防这些虫的侵蚀 但是如果假设今天 你已经确定你的来源是很健康 是对的 安全的可以 那其实这个说法应该是通则的一些 这个根茎类的食物 其实都建议也稍微可以这样做 就是说你都可以稍微 因为其实你就想说 我们在喷农药的时候 它有一些还是会在地板上沉淀 所以如果你是根茎类 你都不妨先过个水 至少让它表皮里头的 农药能够退去 那你再来吃 其实会再更安全 这就让我想到谭敦慈老师 他就是老师 先水煮之后再吃 再煮会比较好啦 OK 好 那我们刚刚聊到食材 食材很多我刚刚说过了 需要油当一个媒介 所以挑油也是很重要 像我自己家里 本身就有非常多种油 宇宁家有很多种油吗 我跟亚兰虽然是差一天 但我们的个性难缘被臭 我的心有这么大 所以我家就只有一种油 沙拉油 我不管干什么 我就是那一瓶油 因为我真的 真的假的 因为你知道橄榄油有个很麻烦 就是它有粗炸的 什么冷压的 然后有的会 真的 对有的是只能冷的 有的那个温度不能那么高 我真的记不住那么多 我都快把我老公名字忘了 我都不记得 有没有错过 对 所以我一瓶油就好了 一瓶油搞定 不要折磨我 真的假的 对 像我家就有很多种 我家有那种耐高温油炸的 葵花油 然后也有那种 extra是稍微拌 可以拌沙拉用的 然后也有一般的橄榄油 是可以稍微炒青菜用的 我家里有很多种 那我们来看一下 到底要怎么挑油 才可以安心的食用 一 选择玻璃瓶身 如果是橄榄油的话 大多很多的是玻璃瓶身 可是沙拉油都是塑胶品装的 对 沙拉油都是塑胶品 再加一个 玻璃瓶身 深色的玻璃瓶 对 因为它怕光 对 它其实会有点光氧化 对 所以尽量我们挑深色玻璃 深色玻璃 好 OK 接下来第二个 选购小包装油瓶 对 小包装油瓶我家一下子就用完了 对 其实应该是这样说 如果你是个大家庭 你这么一大桶 三个月内可以用完 你买大桶的也没关系 就OK 可是我们讲的是说 现在都是两人家庭 三人家庭 对 你可能一瓶这么小瓶 你就要弄三个月以上 对 那你就不要弄大瓶 所以其实应该是说 你一瓶有平均的用的时间 对 如果超过三个月 你就建议你买小于三个月的油 没错 因为油啊 你打开了之后放久了 它油也会变质 对 而且会有油耗味 其实是不好吗 买大桶的会出事啊 大桶 对 现在不会了 好 好 第三样 避免固定品牌跟种类 这个就是刚刚陈志佳医师说的 避免那个品牌跟种类 因为如果真的这家出事了 你不要永远只吃这家 对你身体反而造成伤害 你可以多换几家 因为很多食物 降低风险 很多食物都是这个原则 包括吃水果也是 你知道说同一种水果 吃了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 也容易出事啊 就多样多变 对 可是有的人 就会有那种品牌忠诚度 你知道吗 固定用这个 他就是习惯用这个 就是一直用下去 但我觉得这样 有好有坏 如果要这样 一定要找大品牌 对 至少有 愿意负责嘛 到时候赔也赔比较多 哈哈哈 真的 真的 好像是有一点点道理啦 我们以前在建议人家 用药也都这样啊 你要去挑大品牌啊 对 到时候他们要集体出送什么 是不是 才找得到人 对啊 才找得到人啊 也对 好OK 接下来第四个 家中至少准备三种油类的油品 你看啊 我就是这样 我有啊 我有卸妆油啊 什么大眼油啊 什么油啊 身体乳啊 之类的 对不对 好 第五 挑选不要超过一年保存期限的油 其实一年保存期限就差不多了哦 对 如果它可以保存很久 你会不会担心说这个油是不是放了很多的防腐剂 就会担心这个东西 会担心啦 所以一年期限是最好的 但是也是尽快开封之后赶快用完啦 对 OK 好接下来我们要来举牌咯 请问油的外观必须是清澈透明的才是好油 对不对 请举牌 这是当然的呀 可是那个猪油鸡油鸭油就是混混的啊 凝固成辣的 还有那个椰子油它温度低一点的时候 它也凝固成那种辣酸 椰子油是乳白色的 对 你看虽然我没有油但是我知道 但是如果是橄榄油啊或者是一般那种大豆油啊 几乎都要清澈的吧 陈医师 我会举强是因为 陈医师 我其实对那个油它到底要不要清澈 就像刚刚云云讲的 我也不是很确定啦 所以这题部分我来问一下 陈医家医师 如果是液态的油品啊 当然是清澈的比较好啊 才不会有杂质嘛 对啊因为它里面想不到有什么 会让它变混浊的东西 对 就变比较混浊嘛 没错 那如果你说是椰子油或者是猪油 鸡油 可能有一些它会固化那也是正常的啊 固化的那另当别论 对那另当别论 好 OK 接下来下一题 油罐不要放在瓦斯炉旁边 避免油变质 对不对 请举牌 对 诶 诶 诶 我想说 我想说 没有那么白痴 重分体你还写错 诶 诶 对 对啦 油不能放在热的地方 对 刚就说了嘛 放高温的地方很容易变质 对对对 没错 那油罐也不能放在琉璃台下面 对不对 油罐可是放琉璃台下面你会干嘛 琉璃台下面 很少人油罐应该会放在琉璃台 我们家就放在琉璃台下面 真的假的 不是因为琉璃台下面有一个柜子嘛 然后我就说我都买大 那个大罐状的沙拉油 那你上面又就是太重了嘛 所以你就放在那个水槽下面的那个柜子里面 可是喔 那边有两个风险 一个是潮湿 第二个是热 对 因为瓦斯炉就在琉璃台的旁边 对 所以它会散热 它需要散热 所以那边也是很闷热的 所以也是会变质 对 尤其我觉得潮湿真的是 对 而且那个位置其实你每次在开关 你可能看的光线也不够 对 所以它里头真的有变质 所以有时候你只瞄一眼 有时候你没有机会发现 对 搞不好里面长虫你还拿出来倒 欸 欸 喂 还是要看一下 蝦菜啊蛋白质 尽量不要放在那个瓦斯炉旁边 跟琉璃台下面啦 OK 好 接下来下一题 请问 炒菜用猪油比植物油还要健康 对不对 请举牌 每次也是 嘿 JD很难选欸 这我真的觉得很难选欸 对 在那个油都出问题的时候 就一票的营养师都出来说 就觉得猪油比较好 对啊 猪油最健康 你看古早人都吃猪油 阿嬷都吃猪油 对啊 可是后来当这个事情过完之后 又一票营养师出来说 啊那个猪油又让什么胆固醇又太高 对 所以我们到底选什么油啦 所以晨新美食 你们怎么那么坏 对啊 变来变去的 变中转动 我先讲一下 我们通常会有几种油嘛 一个就是刚刚提到什么橄榄油大豆油 你会发现它的制作成分是来自植物 对 那所谓的猪油或是牛油 它的制作成分就是来自动物 动物 所以其实这两个最主要差别就在 一个是饱和的脂肪酸 饱和脂肪酸的确胆固醇就比较高 那不饱和的脂肪酸就是所谓的植物油 它相对下的这个 我们担心的一些心息管疾病的风险 就会比较下降 那为什么你说那些营养师会一票一票 其实也跟每一次每一年度的营养学的 一些新的期刊 他们推荐的新的建议有关 例如像今年度就会讲说 这个鸡蛋已经破除了 吃鸡蛋会让它打不成高的名词 所以它会随着这个营养学的建议 他们会给不同的建议 可是我是觉得大方向是这样 就是假设呢 你植物油最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它比较会不稳定 因为它是不饱和脂肪酸 相对比较不稳定 所以你在选择不稳定的油的时候 尽量去选择温度较高的 重点我觉得在这 耐高温的 对那牛油或猪油 它相对下温度都可以持续比较高 而不会变质 所以相对下 它唯一的好处是这个地方 再来就口感 那口感就你们自己选 口感就一定是猪油比较好吃的啊 哈哈哈 猪油饭饭多香啊 对啊 对啊 不过举三角形式有个疑虑 就是避免过量 因为饱和脂肪酸 还是不要用太多 对 但是它高温下比较安定 对比较不会变质 所以如果只是炒一个青菜 其他的都没有猪油 对你可能加一点点下去 又香又好吃 对 也还ok 好我们来看一下留言 然后 这怎么念啊 阿比喵 阿比喵 现在的营养学观点不一定是 以后营养学的论点 就像我刚刚说的 你怎么那么厉害啊 讲得好像博士讲出来 好厉害喔 所以你看这个就回归一个 就是你东西吃的时候 其实不一定要跟着流行走 你其实就是到处每个东西都可以吃 就不要一直从下某一个东西 没错 没错 然后Lewey说 我们家的油都放在琉璃台下面 Give me fine 不要啦 赶快换位置好不好 因为它太潮湿太闷热了 然后换一下位置 好 佳璇很可爱 他说放琉璃台上面可以吗 可以 只要没有很热的地方就可以了 对不要 ok 好 然后 Lewey说 自炸猪油就安全了吗 陈世佳医师 会比较安全一点 会比较安全喔 所以但是 如果你要自己炸猪油啊 也是要小心啦 就是说你不要炸太多 用不完 其实它也是会变质 对 而且猪油一定要冰 而且猪油应该也不好炸吧 不好炸不好炸 其实我觉得不好做 但是现在其实很多的超市都有在买啦 对 但是还是不要吃太多啦 对 好 ok 接下来下一题请问 炸物适合用猪油 对不对 请举牌 应该对吧 适合 为什么 因为 猪油耐高温 对 可是觉得那个不是很罪恶吗 你都吃炸物都炸物了 还猪油 对啊 你用猪油炸盐酥鸡 对啊 但是 反正油也胖 猪油也胖 你这一餐就是胖定嘛 都是胖定嘛 对啊 都是胖定的 就胖出去就对了 但刚刚陈欣白医师有讲说 猪油的耐高温的稳定性比较好 比植物油来的高 就是至少你在吃咸酥鸡的时候 它那个致癌的比例再低那么一点 再低那么一点点 一点点 但还是不要吃太多啦 还是 好 接下来下一题 请问油炸过的剩油 只适合做凉拌菜 对不对 请举牌 怎么可以 对啊 我怎么可以 我自己招 你都这样做吗 你都这样做吗 你该不会把我的油拿了 我跟你说 我常常做狮子头 我很爱做狮子头 然后狮子头 你要炸那个狮子头一大颗 你一定要满满一锅油 对 不然的话你炸的不漂亮 可是你炸完之后 那满满一锅油倒掉 真的非常浪费 对 我们不可以浪费 所以那个油我都会沉出来 等它冷掉之后 我再放冰箱 这不就跟炸出油的道理有点像 因为炸出油 不一样 不一样 我跟你讲 你炒菜的时候 咬一瓢那个油去炒 那个青菜香到爆 你们回家试试看 你们回家试试看 可以炒 可以炒 但是一定要放冰箱 因为怕炸过的油 很容易变质 对 还有刚刚我们题目是说 只适合做凉拌菜 当然不行啊 对 因为炸过的油 就已经有油耗味了 你再去做凉拌菜 怎么吃啊 没有油耗味 油漫 就是没有植物油的香味 有 让人家吃吃看 做凉拌菜不好吃啦 那冰冰箱炒菜是可以的 尽量在一个礼拜内把它用完啦 OK 好 接下来下一题 请问 橄榄油只适合做凉拌菜 对不对 请举牌 对吧 不一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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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料理节目那些厨师都拿橄榄油这样在那 然后再炒菜 难道他们都错了吗 刚刚有说嘛 那个橄榄油分两种对不对 出炸的啦 一个什么的 冷压 那个就适合拌 两半的东西 对 但是也有一般的橄榄油 它是可以拿来炒菜的 而且橄榄油 它是单元不保护脂肪酸 含量比较高的 那它相对安定性比较高 所以它有时候拿来炸一下炒一下 也会比较安全 也会比较安全 用橄榄油是可以的 但是不要用粗炸啦 粗炸也是太浪贵 太贵啦 粗炸很贵 好 好OK 接下来下一题请问 葵花油炒菜会让油变质 对不对 请举牌 葵花油炒菜 你看葵花油的热锅 葵花油炒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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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菜跟鍋子都換了 真的 好不好 OK 好 接下來下一題 請問 用花生油炒菜 就會吃進黃麴毒素對不對 請舉牌 大家吃油都這麼緊張的嗎 對啊 應該沒有吧 大家都怎麼了 是又焦慮這時代流行焦慮 是不是 黃麴毒素是 所有的花生食品都會有嗎 花生或豆類 它是在放在潮濕的環境下 保存太久 它這個毒素才會長出來 它長一種菌以後 它會來分泌黃麴毒素 然後豆子裡面 它如果吃下去 就一定會引起乾的問題 但不是說那個花生油放久 會產生黃麴毒素 不一樣 不一樣 所以花生油是沒有關係的 對 不然你說焦那些花生油怎麼活啊 對 那麼多人都說養生油的人 是用花生油耶 因為他們說花生油 也是耐高溫的一種油 那花生油大部分 都適合什麼樣的料理呢 這個我真的 我其實自己真的沒有 對 主要都是炒菜 因為我自己沒有買過花生油來炒 我在大陸看花生油的廣告 就是那種大廚都 就是拿著花生油 然後煎啊炒啊 就是高溫這樣 哇 真的嗎 看起來就很好吃 其實我家裡也有花生油 可是我花生油 我不會一直拿來用 因為你不可能每一道菜都是用花生油 那不就都是花生油的味道 每一道菜都一樣的味道 對 發現會很香耶 對 可是每一道菜都會發生油的香味 吃多了也會膩啊 對不對 所以少少吃也是OK的 對 OK 好 接下來下一題請問 先放水再放油炒菜 油就不會變質了對不對 請舉牌 這個料理該怎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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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這樣怎麼煮啊 你們要逼瘋馬嗎 是不是 我炒菜都炒不好 還要爆炒菜 我真的也會瘋的 有人先放水再放油炒菜的嗎 有 真的嗎 有耶 我們製作人是耶 對啊 為什麼我們製作人 網路上真的有這樣子 網路上有人這樣說 我也是這樣炒過 好吃嗎 好吃 他說好吃耶 唉唷 哈哈哈哈 是說好吃不要碰我 好 先放水再放油 不是說油會噴出來嗎 意思是炒菜 油應該會炸開嗎 我覺得他的意思就是說 那個油它不會因為鍋子的熱度 而去讓它的油變質 對 但是如果是鍋子熱 你放油下去炒 不會油爆嗎 對啊 對啊 這個是有陷害媽媽的方法 對 是爸爸出的 爸爸出的 我是看過一種東西會這樣做 就是 那個炸那個肉丸 肉丸 有一種肉圓 它是會有油跟水一起在鍋子裡面滾的 然後肉丸炸出來就會有點透明的 對 那個是油啦 對 有油還會加水 它是在油裡面 它會加水 真的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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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甲拜拜 大甲那個講公路上面會加肉丸 它就是這樣做的 你有入味喔 真的 有指示喔 因為我們 粉粉們 有人先用水再加油的 趕快留言 讓我知道 對 你是怎麼煮的 可是炒菜我真的沒聽過 然後頭髮怎麼避開那個被油炸的 沒有 他說他們融合得很好欸 真的假的 你看 他說不會油爆 有水的溫度再放油之後 他們融合得很好 對啊 唉唷 相親相愛 那我下次回去試試看再跟大家說 你先試 你記得戴口罩喔 衣服穿好一點 穿防護衣 應該是直接灑一點點的油 放在菜上面 然後拌一拌的意思 對 應該是這樣 所以不會太高溫啦 然後 麗如也是先放水再放油欸 唉唷 摔風說最好是啦 唉唷 你看麗如講的 先放水再放菜 所以它其實是用水蒸菜的概念 最後你放油 其實是有一點像拌 對 沒錯 它只是讓青菜去潤滑而已 對 對不對 OK 好 不會油爆齁 傑鴻他們說不會油爆 但不是我們講到 但是你不要倒在鍋子裡 要帶在菜上面 但是我這樣說 如果假設你真的要弄油 油加青菜還是不錯 它對治療便秘是好方法 對 因為便秘三大元素 水 纖維素跟油 很多女孩子只吃青菜 而沒有吃到油 它還是會便秘 對 所以其實加一點點油去料理 是好的 好的油是好 對身體是好的 那摔風說到了啊 他說 但是老外做西餐炒洋蔥 都要炒到焦黃 那會有毒素產生嗎 好問題 好問題 因為我做咖哩飯 我也會炒洋蔥 然後把它炒 因為我討厭洋蔥 所以我把它炒到那個黃黃的 沒有洋蔥的味道 我才會再煮 而且我做過洋蔥湯 外面的洋蔥湯 為什麼會黑黑黃黃的 因為它要把洋蔥一直炒 還有加上面粉 所以它要一直拌炒 一直拌炒 手不能停 就是讓它變成焦黃 才會有我們喝洋蔥湯的那個香氣 可是這樣子會不會有毒素產生呢 其實就不要看到是黑的吧 對 就是焦黑色 那個絕對就是不對的 可是洋蔥湯都是焦黃的 應該黃吧 因為它是黃的比較沒有關係 黃而是焦吧 黃而是焦吧 焦黑黑的 偏有一點咖啡 深咖啡色的 對不要到真的黑色碳化 我覺得還可以 其實這樣是還可以 變黃應該還沒關係 對 不要焦就可以了 人腦珠黃不會有毒啊 唉唷 不要懷掩咯 那你懂誰啊 我們這裡有誰啊 沒有啦 我們現場沒有的人 哪有珠黃喔 只有你喔 好啦 現場只有你一個男生 你就委屈點 好 OK 那我們剛剛啊 都經過食材的問題了 接下來最重要的 就是鍋具了 鍋具真的 霸霸狂欸 對 霸霸寬 而且有的人很喜歡收集鍋 對 尤其是那種 像剛剛與你講的 喔 很鮮豔的鍋 對 很紅色 黃色 橘色 藍色 藍色 什麼的 都有 好 那鍋子的用法 到底哪一種比較好呢 好 我們一樣來舉牌囉 好 請問 用鐵鍋煮湯 會加速鐵鍋生鏽 對不對 請舉牌 鐵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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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煮湯 要看湯有沒有油吧 有油就不會秀吧 真的好難喔 真的好難喔 而且這個年代還有看到 哪來的鐵鍋啊 真的會有人用鐵鍋來煮湯 可是真的有生鏽的鍋 這個年代已經沒看過了 鐵鍋還是有可能會生鏽 鐵鍋有 而且有日本很知名的一個大品牌 它的鍋具都是鐵的 都是鐵的 黑的那種鐵 黑鐵 對 黑的那種鐵 不是那種很 對啊 我以為是那種 你們是哪一種鐵啊 你們是白白的 會生鏽的鐵啊 不是不是 鐵 它是那種黑色的鐵 滿重的 很重很實的那種鐵 其實我個人認為是不會 為什麼 因為我看過很多餐廳 都是用鐵鍋來煮火鍋 那為什麼會生鏽 是因為它沒有乾 就是你在收的時候 它沒有乾它才會生鏽 所以不是在煮湯的時候生鏽的 對 如果每天用 每天用應該也不會生鏽 是沒乾又收起來又不用 對 要用鐵鍋有一個好 有一個方法就是 當你用完洗完之後 還要再煮過 再煮過讓它烤乾了 它才不會生鏽 所以要用鐵鍋是有撇步的 它才不會生鏽 對 但我一定要說 鐵鍋啊 對有一些女孩子 其實不妨家裡可以備個鐵鍋 對 為什麼其實我們在煮 這個鐵鍋在煮任何的料理的時候 它其實裡頭的鐵質 會稍微一點點釋放出來 對 所以我有回方 聽這麼一說欸 但是我必須說 你這個到底是釋放 如果你買的是 不知道來路不明 你到底是釋放的是鐵 還是重金屬 我就不清楚了 但那個其實只能一點點 就是 我覺得大家就是 如果說你女孩子在家裡 你就備著一個 比如說煮湯啊 你不妨其實就可以用 這樣子的鍋子來煮 稍微加減補一點點 對 補一點點的 那我每天沒時間煮 我直接拿一下 其實你知道現在 有很多保健食品 有很多保健食品就有在加鐵 其實你就可以吃了 不要那麼可憐 因為我之前去買鐵鍋的時候 因為其實日本很流行 像有一個柳杯杯 他就有做過鐵鍋 然後他的鐵鍋非常貴 他們也是說 當你在用鐵鍋做料理的時候 它會產生鐵 所以你吃下去的時候 也會補到一點點的鐵 但你有餡啊 不要攜帶從裡頭 不要攜帶 治療的效果 OK 好 但是千萬不要讓它生鏽 一定要擦乾 讓它煮乾 OK 放到陰涼處 好 接下來下一題 鐵鍋不能煮酸性 鑄鐵鍋 鑄鐵鍋不能煮酸性食物 避免鍋氧化 對不對 譬如說番茄醬啊 酒精類的東西 或者是柑橘類 譬如檸檬啊 橘子之類的 請舉牌 我會這樣煮 因為我會拿鑄鐵鍋來做番茄醬 對啊 應該沒關係 真的假的 番茄醬 鑄鐵鍋 可是你偷髮廊的那種 對 沒錯 其實我也覺得齁 應該是不會 因為鑄鐵鍋它現在裡面都有髮廊 對啊 所以它應該不太會怕酸 對 所以雲妮妳有鑄鐵鍋嗎 我沒有欸 真的有 因為我常是想要買一個鑄鐵鍋 但是我端不動 對 很重 然後你知道我老公是那種 他桌子上放一個什麼小東西 他都要把它收到櫃子裡面的人 所以通常人家鑄鐵鍋 就是放在灶台上 其實也很漂亮 很漂亮 你會用收來收去 可是我老公就有潔癖 他就是要把鍋子收到櫃子裡 所以那個對我來說 是傷害自己的一種行為 你練瑜伽的你還會搬不動 我每天都踩我自己50公斤 不要在桌鍋子好不好 美麗去桌鍋子對不對 所以陳醫師你家裡也會有嗎 我們家最近才多 最近才去買了一個鑄鐵鍋 我看了好久捨不得買 真的鑄鐵鍋現在也好貴喔 假裝我最近有在打到四折才去買 我怎麼知道你在買哪一個鑄鐵鍋 因為我也是有四折四折買過 所以鑄鐵鍋照理講 有髮廊是不會產生 對 其實可是我一定要講 鐵鍋尤其現在鐵鍋 其實只要你有一點養鍋的習慣 就是你有在炒菜啊 有在煮東西 基本上也都不會到生鏽或養花 對 除非潮濕啦 其實我以前有過那種 湯的鐵鍋啊 它是會潮濕而生鏽的 對 只要你不要有那個習慣 所以你買了就要用 對 不用就不要買 不當重視頻嗎 你會差點花啊 你會差點花啊 放出花啊 這樣也不太好吧 好開玩笑的 好 OK 接下來下一題 請問 不沾鍋用高溫煎炸 會產生有害物質 對不對 請舉牌 怎麼可能 這個不沾鍋 應該不會吧 我們不是就是買不沾鍋來煎魚 來煎牛排的 對 照理講應該是不會 不會啦 所以你應該常煎吧 我就僅僅就剩這兩口鍋 你還一個出問題 照理講喔 因為現在的鍋具 其實都要經過檢查 那如果說 除非你的鍋具真的有刮傷 對 那刮傷就很難說囉 刮傷基本上 我就建議要丟 沒錯 刮傷就不能再用了 尤其不沾鍋 因為其實不沾鍋 它的那個內層 要不讓它保護 讓它的食物不會沾面 它本來就塗了一些 特別的這個劑 這個劑在上面 對 那這個劑當你一刮的時候 它裡頭的一些有害物質 真的會跑出來 就會釋放出來對不對 對 所以其實如果你 這個是不沾鍋 可是一般的鍋子 到底可不可以有刮痕 我還是建議說 如果可以還是減少刮痕 原因是為什麼 因為其實我們可以想 鍋子裡頭在煮東西的時候 這些東西如果有刮痕 它可能會卡在裡頭 可是它不一定清洗得掉 對 所以當你一直放著 隔天你又直接來煮其他的東西 可能裡頭的一些 已經滋生的細菌 就被你割餐吃下去 對 所以其實只要你的刮痕 已經到肉眼看得到的 我都建議你 就不要省這個錢 不要像媽媽一樣 媽媽都捨不得 沒關係啦 還可以用 你找另一邊 它還是不沾 這個刮痕把它閉著 對 很容易沾 塗一點油也是OK 不行 這樣不行 真的還是要換新鍋 安全比較好 但不沾鍋 提醒大家 其實用水沖就可以 或者是用抹布 稍微洗一下 你不要用菜瓜布 千萬不能用菜瓜布 好 我們來看一下留言 帥峰說什麼鐵芙蓉的有毒 鐵芙蓉是 就不沾鍋 像有的不沾鍋 上面會一層黑黑的那個東西 黑黑的 那就鐵芙蓉 那我們怎麼會知道 是不是鐵芙蓉呢 他都會講 買的時候就問他說 這是用什麼去 讓它變成不沾鍋的 所以只要是有鐵芙蓉的 就 鐵芙蓉如果刮傷 就盡量不要再用了 哇塞 可是我跟你講 很難不刮傷 因為你知道 媽媽在收平底鍋的習慣 你知道 因為就像芙蓉 如果有很多鍋 芙蓉只有兩個鍋 所以它不用疊 我不是只有兩個鍋 對 像我家有很多鍋 有時候都會層層堆疊 可是當你層層堆疊 你下面一定會刮傷的 所以我都會墊一塊布 哇 你這個好優秀的 這不會刮傷的 好不好 聰明聰明 好 那個 Amber Abigale 好 好 OK 他說 不沾塗層 高溫不適合 他說不沾的塗層 高溫是不適合的 除非你放在乾鍋 然後一直烤一直烤 烤了很久以後 溫度可能到三四百度以上 才有可能會破壞 就是不要讓它一直乾燒 對 不要乾燒 好 好 然後那個 Meag 說 煮醋豬腳嗎 他應該在講剛剛鑄鐵鍋的問題 酸的那個 酸的那個問題 豬腳有 有醋豬腳嗎 酸菜豬腳嗎 酸菜豬腳嗎 之類的 酸菜也是後來放在旁邊煮啊 誰會打進去料理呢 對啊 我倒是沒有煮過酸菜的了 對啊 好 然後另外一位說 平體鍋要用海綿刷洗嗎 不行吧 每次都覺得沒洗乾淨 其實如果只要是不沾鍋 用海綿刷洗就可以了 海綿應該還可以 如果你用海綿刷洗是不沾鍋的話 你還是覺得不乾淨 那就是刮傷了 就是卡夠了 要換鍋了 好不好 OK 好我們再來看下一題 請問 不沾鍋煮帶殼的海鮮 會減短鍋的壽命 對不對 請舉牌 這是送分題 我們都講了 鍋子都能刮傷 陳志佳醫師 不是啊 我在想誰會用不沾鍋去煮帶殼海鮮啊 很難說的 像我煮那個泡菜鍋 我就偷懶 就一鍋在裡面煮一煮再倒出來 放點蛤蜊放點蝦 但是如果有湯還好 有湯還好 如果說齁 你是用平底鍋去煎龍蝦 真的是瘋了 那就萬萬不可 天啊 或者是煎螃蟹 還有一件蛤蜊 那更可怕 炒那個蛤蜊 也是不行的 對不對 所以呢 平底鍋只適合用來煎肉啦 煎魚啦 就是不要有硬度 還有一個啦 就是你的炒菜的鍋子 那個鏟子 不要弄金屬 對 也不能是金屬 所以一般都是 耐熱塑膠 耐熱塑膠也可以 或者是木頭的 OK 好接下來下一題請問 新的不鏽鋼鍋 先用麵粉清洗 避免殘留重金屬 對不對 請舉牌 不錯啊 怎麼會撤吧 怎麼可能 我 我還真不知道 但我好像有聽說過 我其實也是聽說 你也是聽說 我也是聽說 對不對 我也是聽說 這個的做法他們是說 就是假如你買個新的鍋 你就拿麵粉 在上面就像揉麵粉一樣 你等於其實麵粉 它相對下可以吸附一些 小小你看不到的雜質 那你就把它一直揉 像它揉麵粉 只是你在上面揉了一圈 揉完之後你在那邊清洗洗鍋 再讓我們一般的清潔液 再洗過一次 讓它把大部分的一些 這個金屬給吸附一點 那它為什麼出場的時候 不把它揉好了 不洗乾淨 為什麼要給媽媽的 今天那麼多麻煩 真的好快麻煩 它送到你那邊的時候 它也是會有很多的 夠卡住 對 因為它要洗那麼多 鍋子很累 對 對 我覺得這也是個好方法 可是以我的 那不要吃 你不要把它做成饅頭 撕掉 那我還在吃 重金屬饅頭 我真的以為是 抹麵粉在上面 然後把它洗掉而已 它其實就是利用 麵粉的那種沾黏 對 它那種黏附度 了解 那用麻糬也是可以的 如果你想要是 就是 用麻糬也不錯 還可以看到狗 對 好 我們來看一下留言 那個帥峰說 它長草欸 重度很深 對不對 好可怕喔 所以今天看我們的節目 你就知道方法是錯的了 趕快去醫院吧 趕快去醫院吧 所以它說 我真的有刮傷還是用完蛋了 好毒喔 你讓它焦慮了 平底鍋有刮傷 真的就不要用了啦 就不要用了啦 好 怎麼鐵芙蓉的有毒 所以鐵芙蓉就是表面那一層 那如果你刮傷了 那真的就不能用 毒素就跑出來了好不好 今天我們的節目啊 就是告訴大家 食材正確的烹煮 以及器具正確的使用 才是對你的健康有幫助 不要亂吃不要亂用啦 好不好 今天非常謝謝三位的分享 也謝謝大家的收看 帥哥一生 下個禮拜見 再見 拜拜 祝大家身體健康 然後吃得對就會瘦了啦 對啊 你不要吃太多油 什麼都用豬油炸也是不行 可是其實我在炒菜的時候 妳有在炒嗎 我有啊 你有在炒嗎 我有啊